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的10月12號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這隻蝴蝶蘭 這隻蝴蝶蘭呢 我在我的FB上都有記錄搶救它的過程 今天我們是要把它給 因為它這個蝴蝶蘭它的下方的氣根都已經爛掉了 我們打算把它給剪掉,重新移植 剪掉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這一隻 這隻是我們在上個禮拜也是一樣 它下面的氣根 我說過下面的氣根都已經爛掉了 如果看過上個禮拜的影片的網友 應該就知道說那個影片 那個氣根被感染壞死 然後我們把它剪掉搶救 那今天它經過一週之後 這邊已經開始上方看到有氣根準備要長出來 那在介紹這一株之前呢 我們先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順便就是讓大家看一下說 我們上個禮拜搶救的情況 那搶救之後呢我們就上板 上板呢接一條水繩 這邊有水 這是水繩這樣接下來 因為它只剩下兩條氣根 所以呢它會缺水 所以呢這個水繩下來呢 就是為了不要讓它缺水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搶救了這一株的情況 各位我們現在先前看到 這是上個週我們搶救過後的蝴蝶藍 這邊呢 我們當時就是拿剪刀把它剪掉 下方爛掉的氣根 而且壞死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清乾淨清掉 避免它往上面感染 然後造成整株死亡 那剪掉呢 就會發現剩下這邊兩個氣根 左邊一條右邊一條 那這兩條氣根呢 如果照正常上板的話 我們這樣子噴水 其實水分是不夠的 它會缺水 所以呢 我牽了一條水繩在這邊 各位看得到齁 這樣子的目的就是為了要保證說 它24小時不會缺水 因為我們那個水瓶呢 這樣放下去呢 可以確定保證12個小時內不會缺水 那12個小時呢 你就再補充一次 就是一天呢 早上放一次水 下午到傍晚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再放一次水 所以你就可以維持 大概一整天都不缺水的狀況 只有這種方式呢 可以保證說 這個蝴蝶蘭的葉片不會缺水 因為蝴蝶蘭葉片一旦缺水的話呢 就會像旁邊的這個 看得到嗎 上面這一株 有點皺皺的 這就是有點缺水 這原本呢 我有接水繩 然後後來我把水繩拿掉呢 結果就缺水了 就發現水分不夠 還是需要接水繩才行 因為它氣根不夠多 所以呢 在它氣根很茂盛之前呢 這個水繩大概不能斷 除非未來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北台灣是在 現在10月多 接下來都快要進入冬天 進入冬天的話 水可以就可以不用接水繩了 因為它 不簡單 但是到了冬天的水分需求不多 可以不接水繩 但是啊 每天你就是變成7根要噴絲 那我們現在注意看呢 這上方呢 上個禮拜搶救之後呢 這上面已經有 很明顯的 上面開始掌根 那今天主角不是它 我們只是呢 稍微看一下說 我們上個禮拜搶救之後的情況 那現在呢 掌根有順利掌根呢 這是好現象 如果你狐狸人在搶救過程 它不掌根啊 就 會很麻煩 就表示說它可能還沒有進掌 那它有掌根呢 就表示說這是胡鐵蘭呢 它的存活力就會比較高 比較大 像這樣這種情況呢 我們如果像 我們在完全沒有掌根的情況下呢 像上次上個週呢 我們把它減掉 那其實呢 這整株的存活力大概只有50% 那它現在掌根呢 就提升了它的存活力 估計大概會有70% 當然如果這個氣根有辦法 順利長得越多越多越好 存活力就可以再往上提升 那我今天說過的主角不是它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這一個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株呢 這株呢 這株呢就是呢 在搶救過程中呢 它的 這一株呢 它呢這裡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 一切過的痕跡 這裡呢 就是它一個老頭 以前 大概去年10月10號的時候 那個一個有人送給我的 當時呢 它這一株喔 種了那個 紅蜘蛛 結果整個這個母豬呢 整個壞死 那從旁邊長出了一個小側芽 然後呢 搶救了一整年 才長得這麼小一隻塊 那 母豬的這下面的根呢 幾乎都爛光了齁 已經 都枯死了 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剪掉 那我為什麼要把它剪掉呢 最主要就是說 它今天這下面的根 會這樣枯死壞死呢 就怕說這裡面有 這個水苔裡頭 可能有不好的物質 壞菌在裡面 然後造成感染 那我們留它呢 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乾脆把它剪掉 那我們現在呢 來示範 我們來搶救這一株呢 來剪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好一個剪刀 這剪刀我也沒有殺菌 我的習慣比較不好齁 人家都會說要殺菌 乾淨的剪刀 如果我習慣不好 那我沒有叫你學齁 當然呢 將這壞掉的壞死的漆根把它剪掉 沒有用的剪掉 那目前呢 這個位置呢 這條母豬的這條漆根 剩下這條漆根是健康的 其他的都 都萎縮了齁 所以呢 我們毫不客氣的就 把下面 把它統統剪掉 然後呢 再把健康的 先把壞死的部分剪掉 沒有用的剪掉 這樣子 就比較容易觀察 好 各位看到沒有 這 這一株 其實呢 它就只剩下 這麼一點點的漆根 那它在生長的過程中呢 各位看到呢 你看這個生長的過程 那漆根呢 已經有點變黃萎縮 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就表示說 我們那個戒指有問題 各位你如果 養蝴蝶藍養一養的時候呢 就像我們現在眼前 看到的這個 蝴蝶藍醬這樣子 如果漆根 剛剛那一包漆根 有問題的時候 那個漆根 莫名其妙的萎縮 壞死的時候 那漆根又會變這樣子 就表示說 你的戒指有問題 一定要換掉 那我個人呢 我個人呢 比較希望說各位說 你要換戒指呢 最好就是 其實 養蝴蝶藍最好的戒指就是 直接上板最好 最漂亮 養出來的會比較漂亮 那你一定要用水苔 那你自己要稍微注意漆根 因為我說過水苔 是 對新手來說 水苔是蝴蝶藍的殺手 因為你如果顧好 它一下子就死掉了 那我們現在要示範呢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將這個蝴蝶藍 把它掛在這個位置上 因為這個 上面這個張樹呢 其實這邊就是一個 有一個空洞 我打算把它掛在這邊 到時候它的氣根會往裡面漲 到時候開花的時候呢 它就會直接掌在這裡 那我們準備一個鋁線 這個大概1mm的鋁線 這鋁線呢 你纏的時候呢 你可以 纏在比較不重要的地方 我們把它藏在這個 舊的花梗上 因為鋁線的好處呢 就是像這樣子 就可以稍微有點固定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固定在這個位置 我們大概就要讓它固定在這邊 這樣子 到時候呢它的氣根呢 它會往下漲 那我們準備一個強力的強力夾呢 把這邊夾住 有點夾不太住 夾不住也沒關係啦 只要這個鋁線呢 稍微這樣把它扣住就好了 利用鋁線的力量呢 稍微扣住 好就這樣就好 這樣它不會晃動就好 那日後呢 這個角度好像看不太到 我們換個角度看一下 那我們就是 像剛剛鋁線呢 這樣子勾著呢 就這樣子勾下去 到時候呢 它的氣根呢 它就會往下漲 往下漲 那這種情況呢 它有可能會缺水 那缺水的話呢 如果這邊牽一條水繩 牽過來就夠了 就沒有問題 日後呢 那根呢只要可以 順利越漲越多呢 然後附在這個木頭上面呢 然後往下漲呢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今天呢 我們影片示範到這邊 謝謝收看